此时成掌柜脸色不好啊 这五十散墨可是墨房最近针对文石圈子 推出的一款特制墨 墨房可是下了大本钱的 而且是准备用这墨参加共选的 怎么也没有想到如今墨汁的表现竟是这样 可明明是墨完全没有问题的 成掌柜怎么也想不通啊 成掌柜不如找一方设宴 或者普通的老坑宴时试试 真娘这时上前道 这位姑娘是 那位东途先生转脸看了真娘一眼 微微有些诧异 这位姑娘衣着朴素身形有些瘦弱 但让人一眼看来 端是有一种别样的韵质 说是大家之风不孝 亦非小家碧玉那种婉约 给人感觉就是自然 云淡风轻 当年李末 李老掌柜李金水之孙女 颇得李老掌柜之真传 一边成掌柜介绍道 至于真传什么的 显然是给真娘脸上贴金 真娘为何如此直说 难道说是端念有问题 成掌柜这时一转头冲着真娘 有些迫切地问 只是一个想法 具体一时也说不大清 成掌柜不妨先试试 也不过是瞬息之间的事情 真娘一脸微笑地道 随后又冲了东图先生行了礼 对自己随意插话表示歉意 好 那就试试 成掌柜此时 如同那抓着服务的逆者 已经让伙计去请三爷 只是在三爷来之前 总不能僵着 多试试 至少可以拖延时间 等三爷来处理这事情 那东图先生微微有些不快 只觉得忒多借口了 他拿出来端念 在品质上绝对是 灰州三甲之列 难不成这方墨 在好宴上表现不好 到差宴上还能表现上家不成 因此这东图先生心中 便有些微愤 不过真娘礼仪周到 又是这么一个小丫头 她倒不好计较什么 便点点头 于是很快的 伙计又拿了一方 平日墨房里 试墨的普通宴台来 成掌柜再一次慢慢地研磨 而等到墨城 墨色忧黑 墨汁细腻润泽 拿笔一舔 毫无质感 并无这之前的气泡 哈哈 果然是燕台的问题 成掌柜长舒了一口气 一脸欢喜 事情澄清 他保住了沉墨的名声 真是这样 东图先生尚有些不信 又试试了 果然 那五十散墨 在普通燕台研磨出来的墨汁 表现极好 跟之前在端燕上完全两样 东图先生却不由得起了兴致 又让成掌柜的伙计 拿了几方普通的燕台来 磨出的墨汁 都有上家的表现 此时便是周围几个围观的人 也是一脸哑然 都演 这姑娘不简单啊 这位姑娘 这是为何 那东图先生 也一脸好奇地问真娘 成掌柜 东图先生 小女子想来 之前墨汁表现不好 非燕石不佳 亦非成墨不好 而是因为墨里的五十散 遇上了端燕里面的含铁成分 产生了一种反应 应该说就是 发墨发过头了 真娘这一时才解释到 端燕一发墨 磨出来的墨 润则细腻 这是公认的事实 而关于这一点 前世李真 就同几个同事闲聊过 端燕之所以发墨好 磨出来的墨汁 色则倍加光润 很可能 就是因为里面含铁的缘故 但这种铁 遇上五十散 就不好说了 如今的五十散 多是方式炼出来的单方 天知道那五十散 都含了些什么成分 而铁跟某些物质的反应 是比较敏感的 尤其是磨磨时产生热量后 如果反应太过明显 那产生气泡就在所难免了 就好比平日里发面粉做馒头 酵母用的合适 那做出来的馒头表面自然就光润 但若是发过头了 那做出的馒头表皮 就会显得坑坑洼洼的 竟是这样 嗯 也有道理 东图先生点点头 他平日读的书多 天文地理各种多有涉猎 一些简单的炼丹反应也是知道的 于是一场纷争就这么化解了 东图先生满意地离去 那成掌柜自是十分地感谢真娘 真娘连连摆手 既然遇上的自己又略猜到一些原因 总不好眼睁睁地看着吧 虽说之前并不那么肯定 但自己一女子便是说错了 也没人会太在意 因此自不能做事了 随后真娘领了童油离开 那成掌柜看她和喜哥都没什么力气 派个伙计跟着帮她送童油 于是一行三人出了城市墨轩 又去了前面不远的罗氏墨轩 同样领了二十斤铜油 然后回李家 而等真娘等人离开后 那边成家三老爷才匆匆地赶到墨轩 成掌柜自是一五一十地说清楚了 成三老爷才松了口气 随后却是大叹 李八爷有个好孙女啊 算是后继有人了 此时李氏墨轩 李家七祖母正看着帐策 编同李家九叔公李金和聊天 两人聊的正是之前 成家墨轩发生的事情 嗯 真娘那丫头不错 我有些眼力 尤其是遇事能沉得住 李家七祖母道 田家闹事那日 李家七祖母见过真娘一面 当时便觉得这丫头遇事冷静 也有些极致 说话亦是不卑不亢的 整个人的气度不像他爹娘 倒像他爷爷 老八倒是有个好孙女 这回幸得真娘找到原因 要不然成家这五十散墨 怕就要放弃了 一边李金和也道 李家七祖母点点头 随后又问 对了 昨天金花过来 她家里那方唐朝的龙兵墨 也是那丫头认出来了吧 这时李家七祖母放下手上的账本问 是啊 差一点就小润根给砸坏了 我已经请人一起辨认过了 应该就是唐明皇所出的自制墨 值不少钱呢 李金和道 昨日真娘那丫头去老六那里 是干什么 这时七祖母又问 讨生七 据说那丫头有一个新的墨烟配方 不过我估摸着 是老八这些年琢磨出来的 李金和说着顿了一下又道 七嫂 我看老八是想回来了 只是受制于当年的誓言 所以才把真娘那丫头推出来 我看未必啊 老八那性子 我们又不是不知道 想来一是一二是二的 不会有一点虚头 当年 他既发誓了不碰墨 想来就是真的不会去碰的 总之我有一种感觉 这新配方啊 搞不好还真跟真娘那丫头有关系 李家七祖母道 从真娘能一眼看出龙斌墨的来历 今天还能一举帮成家解围 由这两点可以看出 这丫头与墨道是有一定的钻研的 嗯 也许吧 李金河模棱两可道 虽然不认同七嫂的话 一个新的墨烟配方 是要几年来不断地试验 才能成功的 她不信真娘那丫头 能弄得出来 真娘如今是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待在柴房里 点烟取烟煤 天气已经渐热了 再加上柴房这个临时的取烟棚 门窗紧闭 里面火气腾腾 不过是中春 真娘已经恨不得 能像后世那样穿短袖了 只可惜这是在明朝 她不过是脱了外衣 紧着里面的衬衣 被凑巧送饭进来的赵氏 看个正着 你这死丫头 你还要不要脸面了 赵氏气急败坏 连忙拿起真娘放在一边的外衣 给她披上 娘 太热了 这家里又没外人 真娘 无奈地道 额上 汗沉沉沉的 没外人来也不行 还有你嫂子的两个哥哥时常来家里晃荡 便是喜哥的玩伴 也会往家里窜 你要是叫人不小心撞上了 还要怎么嫁人 赵氏瞪着眼 行行行 我穿好 真娘连忙地道 赵氏看着真娘额上的汗 拿着袖子替她擦汗 有些心疼 要不你跟娘说说这怎么弄 娘帮你看着 娘 不用了 你忙你的吧 真娘摆摆手 这取烟的火候不是熟手 很难掌握的 更何况 她这次要烧的烟煤 必须是跟上次同样质量的 娘亲可弄不来 行 你要是太热了就歇歇 到外面凉凉 赵氏说着 又叮嘱真娘快吃 这才离开 真娘看着刚刚取过烟的此碗 嗯 中间有不少空闲时间 于是就端了碗出来 边吃 边吃边朝厨房走 吃得飞快 就着汤汁 几乎就是葫芦吞早般 没一会儿 那晚就见底了 到了厨房门口 正要进去 却听得自家大哥大嫂在聊天 真娘本来是不想听抢脚的 只是大哥大嫂 正在说自己 她这时候进去也不好 只得在外面顿了一会儿 嗯 我一会儿上山走走 看看能不能打点野味 真娘这些天不容易 我今儿个早上起来 看了她一眼 那脸蛋啊都尖了 瘦了不少 说话的是李大郎 我看呢 她是太逞强了 点烟这事儿 岂是女孩子家干的 偏爷爷还游着她来 那都市有些牢骚的道 什么话 她这不也是为了家里呀 要不然 她一个女孩子这么辛苦干什么 爷爷的病不轻 我好些天晚上 听她咳了那样 都不是滋味 家里一大家子的生计 我在游访 工钱也不是很高 偏东家 还扣一部分年底才发 你又不是个活络能赚钱的 就光靠我和我娘 一家子生计难维持啊 另外 爹在外面还欠了不少的账呢 指不定哪天 这讨账的就上门了 李大郎 怂声怂气的道 你这死鬼 倒是嫌弃我赚不来钱了 杜氏没好气地掐了李大郎一把 又可惜地道 哎 本来前段时间保温筒能赚一点 偏没几天 全叫人学了去 如今外面 但凡是杂货铺子 都有那么几个在卖 倒是好了别人 说什么嫌弃不嫌弃的 李大郎怂声地道 对了大郎 要不你跟爷爷说说 让他教教你至末 到时候去末坊做事 说不得以后还能当大师傅呢 像如今真娘可是名声在外了 今儿个我到菜地里去弄菜 就碰到城家的那个掌柜 硬塞给我一挂桂花糕 说是感谢真娘的 度事道 声音里颇有些不是滋味 我没那天分 只能干点卖力气的活 小时候爷爷也是教过我的 我笨得很 一没那心思 二也学不会 爹为这事 没少揍我 李大郎道 接着又提醒道 你别说什么怪话啊 什么叫名声在外 那是真娘的本事 你别小心眼 说这等酸话 你这是编排我 真娘能赚钱 那我在家里做的活就少了 度事一副冤屈的道 没说你是做的少 李大郎回了局 之后两人就没事了 真娘这才加重脚步 进了厨房 真娘吃好了 再添点不 度事看着真娘 端着空碗进来 起身问道 吃饱了 一大碗呢 平日里都吃不了这么多 实在是 嫂子如今做的饭菜 越发的可口了 真娘笑咪咪地道 据说 度事背地里 有些小心眼 说酸话 但打实地说 度事其实也是个老实人 赵氏这个做婆婆的 性子泼辣 度事在赵氏面前 那完全是小媳妇模样 平日里的家务事 多是度事在做 其实辛苦程度 并不比自己点烟弱 所以 些许的小话 又何须在意 更何况 是亲人之间 真娘 说着讨巧的话 那度事 原先有些 性性然的表情 就化开了 变得一脸喜色 笑着道 哪里是我烧得可口 分明是你太辛苦了 肚子饿吃什么都香 一会儿让你搁上山 去看看能不能打点野味 若是有收获 嫂子晚上给你炖炖 用野菇掀着呢 那我有口福了 真娘笑嘻嘻地道 一边李大郎 看着先前对自己去打猎 还有微词的媳妇 如今的脸上 满是恨不得 自己马上打猎物来 好顿给自家妹子吃的表情 直觉的 女人的情绪真难懂 大哥 你帮我做个东西 真娘这时又冲着李大郎道 什么东西 李大郎问 真娘在灶头 拿了一块墨炭 在地上画了起来 赫然就是一只煤炉 只因的昨天 真娘去水箍那里打水的时候 就看到水箍的灶头 丢了一些散煤 问了水箍 水箍说是在煤柴的时候 当柴烧的 只是烟太大 一般不烧 于是真娘便想起了煤炉 虽说蜂窝煤它弄不出来 但煤球应该不成问题的 嗯 这东西外面是铁皮对吧 里面是个土胆 底下有个底层 中间有个铁架子 嗯 应该不难弄 只是 这拿来干什么 李大郎看着真娘画的原著 再听真娘一点点解释 倒是把整个煤炉的架构 弄清楚了 只是一时还想不明白 拿来干什么用 大哥先别问 把这坐起来再说 说不准以后 咱家的好日子 还要靠它呢 真娘一脸保密地道 成 包在大哥身上 李大郎拍着胸道 真娘拍拍手 转身回柴房 继续她的点烟了 而如今家里家计艰难 这不是一时半会能改变的 便是她点烟 其实赚的也是苦力钱 所以一些能用得上的办法 也不妨试试 煤炉到底是比较适用的东西 若是做开的话 也是一条不错的生计 再说了 以后狄宗遇到了大危难 以自家爷爷的脾气 并不会做事的 家里必须有点底子才成啊 又过的数日 几家的烟煤便出来了 尤其是要送去给李氏 磨仿的那超期烟煤 这种烟煤 不但墨色黑 光泽度好 更重要的是层次分明 实在是一等一的好烟煤 把这超期烟煤 直接送到墨轩你九叔宫那里 他自会知道怎么处理的 李老掌柜叮嘱着真娘道 嗯 真娘点点头 然后给各家送烟煤去 先去成家 浇了墨烟 便全了承诺 成家更是付足了工钱 真娘不收都不行 真娘也就去之不公了 随后真娘便进了李家墨轩 七祖母和九叔宫聚在 见过七祖母和九叔宫 真娘规规矩矩地进了礼节 然后把烟煤交给九叔宫 李金河看了看烟煤 果然较上次的还好 他心里认定 这是李金水弄出来的 自是感叹 在置墨上 老八的本事不服不行啊 我可以先说 我先给你了 今天露面 我们可以来的 我今天看上标 五 my 所以我没用识 年龙日一终码的